大家好,我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故事是姚 姚啊,勤勤恳恳的为老百姓办事 无为不智的关心老百姓的生活 自己的饮食起居却很简单又很朴素 姚还鼓励老百姓啊,关心国家大事批评 姚的过失,他说 如果有一个人挨饿,就等于我饿了他 如果有人受冻,就等于是我动了他 如果有一个人获罪,那就等于我害了他 老百姓都很爱戴羊的原因就是这个 今天故事剪到这里,谢谢大家